昨天 国铁集团发布了冬奥运输服务保障措施 来了解一下 这些服务保障措施包括严格落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疫情防控总体方案 对京章高铁 清河 延庆 太子城重立四个冬奥服务车站 自1月21号到3月16号实行为期55天的闭环和非闭环管理 对冬奥运输服务专用车厢和专用列车 严格做好通风消毒等工作 充分发挥京章高铁联通三大赛区的通道优势 置顶实施冬奥运输服务方案 精心组织开好冬奥列车 在京章高铁每天开行40对冬奥列车 在开闭幕式期间还将增开冬奥专列 充分满足冬奥服务保障需求 适应冬奥运动员 工作人员 新闻媒体等不同群体需求 完成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特殊需求改造 研发上线12306英文网站 英文客户端以及英文自助售票机 支持国外信用卡购票支付 增设冬奥专区票务服务功能 为冬奥会提供票务和服务保障